好 我们来看 他第 先看一百 我们看一百三十页 看这部《圣法印经》 看到 我们先看到 一二三四 五 五相 六七八九 好 我们先看 他说 那 空 如是观者一不能弥漫之间 那么就观色相段 身相未处 这个是六处 这个是无相 然后接下来 他还没有办法解脱 他就再观贪嗔痴相 那么 这个是无所有 那么再下来 无相无所有 那么再下来就观 我 我所 从何而生 那这个 我 我所 无印是我 那么色相相未处法 是我所 那么包括贪嗔痴 那么 也是我所起的烦恼 这个是新所来的 那么他就观 这个我 我所 若见 若吻 若嗅 若长 若处 若似而生 好 那么 假设 他这里就是 那你再仔细观 比如说我有妄想 我有妄念 那你可以观 那我这妄念 到底从哪里来 我怎么样起这个妄念的 比如说在那边打妄想 你打什么妄想 想到 我的孩子 想到我的爸爸 想到我的腿酸 想到 我有味道 闻到一种味道 这味道不知道谁来的 谁知道谁没有洗澡 想到有人这个声音 念佛的声音不好听 然后 看到这个人一直在动 他 一直都不安定 那么你 你会起新所 你会有妄想 妄想从哪里来 根 尘 就是你六根 你六根 对六成 那么接触了 那么生起分别 生事 根尘何而生事 那根尘事何而生处 那么开始起妄想 因为这三个境界相对应 那么根尘事都在产生作用 如果只有根尘事不产生作用 那你就没有 那么没有根尘 眼睛不看到 耳朵不听到 鼻子不闻到 那么没有这些感官去面对境界 那么你试也不会 不会 不会去产生作用 那么这三个产生作用 就开始有所谓的受想师 那么 所以他这一些色身相会触法 那么 基本上 他就 眼对色 耳对身 然后再加上试 然后就开始有 剑 纹 绣 场 触 试 这种功能 这种感觉 那么这些都怎么来的 当然是因缘合合的 这三个 若阴 若远 若阴 若远 那么 这些都是有条件 那么而产生的 就是你这样的功能 见闻觉知 一般我们习惯说见闻觉知 那这里就把它亮 见闻 绣 场 处 试 那它只是简单讲 若试 那前面就是若见 若文 若文 那么所以 这些都是怎么生的 你再去观察它 那我的妄想从哪里来 那当然就是因为我感官面对境界 然后起虚妄分别而来的 那么这些既然是感官面对境界 那么起虚妄分别就有三个 就是有因有缘才有的 就是这些条件 缺一不可 其中一个条件不作用 它就没有 那么所以它是因缘生的 好 那么你这样了解到 观察到这些都是因缘而有的 而生就是而有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我要说 那么假设这些都是因缘生 因缘而有的 见闻 绣 场 处 试 因为你的妄想 就是你的试的分别 那么假设 你这样观察它都是因缘生的 那么你再去想 那这个因 这个缘 它是长还是无常 那么这个 这个是眼耳 鼻舌 生意 跟色身相味 处法 它是长还是无常 当然是无常 当然是无常 好 那么你这样去推论出来 观察出来 既然 因 既然 眼耳 鼻舌 生意 跟色身相味 处法 都是无常 那么 眼色而生的 见 耳生而生的 见闻 嗅觉 常事 怎么会是常 这些是无常 这些是无常 无常跟无常 因缘而合的 怎么会是常 对不对 那这个 这个我所是无常 那么我怎么会是常 如果我所是无常 你在观我 我所 这些就是我所 我所见的 我所听到的 我所闻到的 对不对 那么 你就是一个一个去观 比如说你这些分析的 这些都是无常的 那么由这些无常组合起来 怎么会是常 那么这些都是无常 我所是无常 那么我怎么会常 我所是由我而来的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从这个去看 从这个去观 无常 无我 那么断那个 你觉得有那个像 有那个实相 我们再往底下看 他说 所以说 所以他叫你观 那我所从何而生 那么 那么我所是什么 就见闻觉知这些 那么这些 你在观他的因跟缘 就是根跟尘 那么这些都是无常 那是因缘生的 就是这些条件 组合在一起才有 条件如果不组合 他就没有 所以他是因缘生的 那么 比因比缘皆兮无常 比所生 前面就包括 见闻绣这些 然后是 云和有常 那无常的 是有违行 从缘起 好 那么 是有违行 从缘起 那么如果我们看 先看 他这一段 这个有很多的翻译法 有违行 是缘起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 先看课本 他语解释这段的解释 是有违行 从缘起 他在哪里 他底下有解释 空无相无所有 看到 131页 1234567 那第六行 第六行 第六行 123456 第六行 他讲 无常 无常后面 诸夜烦恼所及故 说明有违 有喜 愿力 所及成故 明施所造 这个施所造 就是行 那本行 所造 以前也有说 那个 只有这里 就是在解释 有违行 那么 那么后面 当然是违世的说法 从自种之 现在外言 所及成故 说明原生 那么 说明禁法 说明末法 我们只看到 我们先解释 这个有违行 就可以了 所谓 一于解释 地论解释 就是说 它是什么叫做 有违 什么叫做行 那因为 它这里的 字叫做 它说 无常者是有违行 基本上是有违行 从元起 那有时候就是 就是四元生 看一下302月 302月的39经 这个是 因缘相 缘起法 法注制的 看到倒数 第三行 它这里 法注制 无常有违 心所缘生 禁法 便义法 无义法 灭法 断制 那么这个文 跟这个文 是有一点线的 就是无常 是有违行 从元起 释放法 灭法 离义法 断制法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写起来 对照来看 这里写的是 无常 这里写的是 无常者 它怎么来解释 这个无常 它就是说 是有违行 有违行 无常者 是有违行 从元起 是幻法 灭法 离义法 断制法 是幻法 过幻 灭法 离义法 断制法 断制就是我们说的断片制 断制法 是明 盛法 违行 之间 清净 然后就是 盛法 违行 之间 清净 好 那么如果一一切 细心的解释 它就是解释这个 它后面有解释 它什么是信法 什么是末法 我们只要看那个 有违跟行 就好了 有违是 朱叶 烦恼 所集成 与且是 朱叶 烦恼 所集成 行 行 行是由喜 愿力 所集成 过去的愿力 过去的愿力 它叫做 施所造 那么这个在阿含经里面 这前面有讲 本行所作 本所事愿 它基本上是这么说 95月 我们看 一集经 我看一下 那么 怎么样 你 没关系 没关系 不是 你 我们看一下第四十三经 跟第几页 四十三经 运香运第四十三经 我看一下 四十三经在94页 看一下94页 94页 好 94页四十三经 那有没有 第四行 五寿因 五寿因是本刑所作 本手试验 是无常灭法 有没有 好 那么一样 五寿因是本刑所作 本手试验 是无常灭法 四十三经 我们对照来看 其实他有很多东西是写一样的 但是文不一样 五寅 他讲五寿因 一样 五寅是本刑所作 其实就这个一样 是有为行 有为行 本刑所作 所以他解释是这样 诸业 本刑所作 这个就是本刑所作 这个就是本刑所作 是本刑所作 就是过去的业 本就是过去 本刑所作 本刑所作 我们对照 然后就会理解 本刑所事愿 用这一部经来读那一部经 用这一部经 又解释那一部经 本刑所事愿 四五场 热行 本刑所事愿 这个是四十三经的 运相应四十三经 是五场灭法 是五场灭法 他这里在解释 五场 那五场者 然后是灭法 离异法 患法 是从元起 这里基本上是一段 患法 灭法 离异法 是五场灭法 是五场灭法 那这个就是 诸业烦恼 基本上是过去的 过去的业力 那么烦恼 那么才有这个身心 就是我们叫做 一业沦违的 一业受报的 一业而有这个报身 那么 这个心 讲这个身心 那这个愿力所集成的 本所事愿 事所造 身心 五蕴身心都是这样来的 好 那另外 我们说那个七十七字经 刚才我们看的三百 三百几月 三百零二月 三百零二月那个是七十七字经 这个是圣法印之见清净间 然后他是这样说的 七十七字经 它是七十七字经 七十七字经 这个是圆起相印里面的 三百零二月 我们翻过来看 三百零二月 这本经有点复杂一点 但是我们就对照看 帮助我们知道多一点 三百零二月 这个叫七十七字经 南传的很喜欢讲这个七十七字经 他也是有类似 他写的是法助字 要探讨法助字跟涅槃字 他说这个 三百零二月 他说这个 法助字 无常 有为 心手原生 建法 变异法 无异法 灭法 断制 把这个拿来洗 无常 他说无常者是有为行 无常 有为 他是无常法 是有为法 那么心手原生 心手原生 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的我所 那么是我们 心原这个禁 心禁护为原券 心原这个禁 而生起种种的这些新手 那么 禁法变异法 他讲是禁法变异法 在讲这个无常 禁法变异法 无欲灭法断制 我们就可以对照这部禁 无欲 灭法断制 断制 其实是一样 变异法 无欲法 灭法断制 你看他翻译的不一样 但其实在梁文讲 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你会看他 同样的 同样都是他翻译 就不太一样 无欲 无欲法 灭法 断制 断制就是断制 那么这个是七字经 这个是缘起相应里面的 这里是缘起相应的 好 我们再来看 还有 这个 这个 诚实论 我们来看一下 诚实论他是这么说 诚实论解释的 就是 诚实论他是说 说无常有为 做起从众原生 说无常 就是三三妹 说无常有为 做起 照做而有 所以这个行就是做起 他翻译的不一样 你看 这有为 所以有为行 基本上我们现在就很清楚 这个是有为 这个是行 要不然来解释这个有为行 有时候蛮麻烦的 有为 行 一 二 那后面就比较清楚了 那么 这个是一 有为 这个是行 这本行所做 本手实验 一有为 二 这个是二行 本手实验 那么 有常 有为 心所原生 他没有 他只有有为 那么他没有讲邪 这里没有讲 这只有一 然后这里 有为 做起 好 那后面还有 我们就写一下 有为 做起 这个是一 诚实论的 有为 做起 从众原生 你看 文是一样的 从众原生 他是影 这个阿汗经的 那么 静相 坏相 即是 无常 血 然后即是 无常 血 他写 无常 血 那 离相 即是 苦行 他说 这个坏相 静相 这里 即是 无常 血 那 苦呢 写在这边 好了 写不完 那么 再从 诚实论这边来 他说 从众原生 的 静相 坏相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我们写 太语一档 从众原生 无畏有其 从众原生 那 他底下有三个 那么 静相 坏相 这个是 诚实论的解释 静相 坏相 他解释 后面的静 是 幻法 灭法 离异法 断织法 静相 坏相 这个静相 坏相 是指 无常血 是无常 那么 离相 静相 坏相 离相 然后灭相 它四个 所以如果 从这里来对照 静相 坏相 离相 灭相 它是三四个 幻法 灭法 离异法 断织法 它是这样 那这里就是 禁法 辩异法 无异法 灭法 断织 这里有五个 这里有五个 便义应该就是五常 那么它这里有五个 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 那这里有四个 一二三四 那这里也有四个 静相 离相 灭相 坏相 四个 那么静相 坏相 是五常 离相 就是我们讲 无相 离一切相 这色身相 未处访 刚才我们那个 插条 就是我们那个 空无相 无所有 空无相 无所有 所以在解释 空无相 无所有 这里就在解释 空无相 无所有 那么所以它这里就是 它说 五常 苦 这个是苦 苦 它解释 这个是苦 那个 这个是空 无我 无常 苦 如果依诚实论的解释 它是无常 苦 空 无我 所以解释不太一样 我们会看解释不太一样 好 我们单单只是为了 说明这一段 说明这一段 所谓这一段 然后我们 可以看 语写之音的 然后四十三经的 这个是有为跟行而已 七七至经的 然后再看诚实论的 另外还有一个 另外有一个 也是大圣经里面 它说到 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就参考很多 那么暂时 就是我们对照看 然后会 就算不完全清楚 然后也会比较清楚 一点点 那么这我们把它擦掉 我们再写一个 另外有一个是叫做 圣天网波勒经 它是这么说 其实就是它 它要处理的问题 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就是观点 可能就是解释不太一样 圣天网波勒经 它也引用到这一部经 也引用到这一部经 但是它是这么说的 它是 它讲 无常苦空无我 它是对之不同的人 那么空无怨无所有 那么这一些也是 对之不同的人 它说 假设是沙门婆罗门 就说无常 沙门 婆罗门 就是外道 这一些 它就说 无常令求 说无常 令求就近 因为它们都执着有 那如果是对诸天人 就说苦 令离愿求就无愿 所以我们说这里 这个苦 无愿 那么令离愿求 应该是这样 无常 如果是外道 邪见 有邪见的 说无我 显空 显示空音 如果是真上漫人 我们会看到一部经 有很多种解释法 它是涅槃即见 是无相 这个变成无常 苦 无我 那么这个无愿 这个是无愿 这个无我 这个无常 这个是 说涅槃即见 无相 这个是无相 这又是一种不同的解释法 好 只是给大家做参考而已 那后面 后面这个一解释地论 基本上有解释 那解释这个 解释这些名词 那我们就参考 这个都是 为师的解释 好 那这个是叫做圣法印经 圣法印经 那我们基本上把它分作 四个阶段 那第四个阶段里面 又有所谓的分作五个阶段 四之四 就是既然比因缘都是无常 那么由因缘所生的 那么这个见闻觉知 四所生是 云合有常 第四个阶段里面 无常再去观 再从这样下去观 那既然是这样 那么就是什么 有为行 就是这个无愿 是有为法 是本行所造 本所事业 是从因缘合合而生的 那因缘是什么 过去的业 跟心 所以有此心此业此业 过去的心 过去的业 那么因缘生了 因缘生 有这个五蕴 有这样的五蕴 那么有这样的 五蕴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功能 会有这样的过患 那么它都是无常的 后面就是幻法 灭法 离异法 断织法 那这个 预解知识论后面有解释这些了 但是我们就参考 好 那如果是 如果是 我们再解释一个 从《真理阿含经》里面讲的 我们把这个擦掉 这个是《圣天王波勒经》的 《真理阿含经》里面也有讲 他说 通常是这样 《真理阿含经》 《真理阿含经》 他也有对这一部经 类似像这样的 空 空 无愿 无相 但是他的三上面是空 无相无愿 那这里的是空 无相无所有 是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来看 那么《真理阿含经》 是空 他高传品 空无相无愿 是这一品里面 他讲到有所谓的三三妹 他的三三妹的次第是空 无愿无相 第一个是 由空三妹 由空三妹得无愿三妹 那跟这个空无相 无所有又不一样 无所有无愿 空无相无愿 这里是空无相无所有 那么 《真理阿含经》是 先由空三妹得 得这个无愿三妹 那由无愿三妹 再得无相三妹 从无愿三妹 再得无相三妹 那么再从无相三妹 行尽则苦尽 苦尽则捷尽 捷尽则捏白 再由这个无相三妹 以此三妹 以无相三妹 以此三妹 就是以无相三妹 那么行尽则苦尽 业尽则苦尽 行尽则苦尽 苦尽则捷尽 就是我们后面说的 什么 他这里的所谓的 尽法 编语法 灭法 苦尽则 苦尽则捷尽 烦恼劲 断一切烦恼 那么捷尽则捏盘 这个是正义亚汉的说法 好 好 那我们大概就 这部经就大概说到这里 还有一个 金法 编法 礼法 灭法 差不多一样 巴历文的 我们就不赢了 好 那么看138经 再看看138经 这个《圣法印之间经》 有一点点复杂 不过它就是一个次第而已 空 无相 无所有 好 那叫你怎么去观无场物 好 那看138经 131页 这部经文也很多 阿罕经的文 前面的都比较少 后面的有些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好 他说有这么一天 那佛在比亚里 比亚里就是辟舍里 辟舍里叫做广延城 那广延城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叫做崇格讲堂 那佛陀活动的三大城市 王舍城 守卫城跟广延城 就辟舍里 辟舍里城 就主要是三大城 那辟舍里是拔旗国的 辟舍里是拔旗国的 王舍城是摩羯陀国的 那么守卫城是敲撒罗国的 我们写一下好了 很多观念常常讲 就会 之后就会记得 有三大城 这三大城是佛陀 大概待最久的地方 最久的是守卫城 那那也是王舍城 那那就是辟舍林 这三大城 三大城市 那这个一个就是 最初的是王舍城 摩羯陀国的 摩羯陀国的王舍城 摩羯陀国 王舍城 他的首都 那么 再来 这个是最早的 但是待最久的是舍卫城 那么如果一地图来讲 一地图来讲 这王舍城在这里 然后再过来就辟舍林 在这里 然后再过来就是 在这里 所以他离王舍城 批舍林离王舍城 比较近一点点 离舍卫城 比较远一点点 这个是批舍林 批舍林 我们叫做广延城 我们翻译之后 广延城 大圣经典 你会翻译广延城 那么阿安经 基本上就直接讲批舍林 那这里是王舍城 这里是王舍城 如果一地图来讲 那这个是舍卫城 这个是舍卫国 舍卫城 其实叫做舍卫城 因为他是乔萨楼国 然后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舍卫城 先在摩羯头口 盖竹林金色 然后在舍卫城 盖奇缘金色 然后就到处盖了 就很多很多了 我曾经努力要把他 佛陀到底有多少讲堂 要给他算一下 现在还没算出来 就是有空 就讲一讲 大概有十几间 一二十间有 那有一个地方 有的地方都两三间 两三间 我曾经要给他做统计 到底佛陀有几间景色 那舍卫城 我们偷偷都舍卫国 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乔萨楼国的舍卫城 乔萨楼国 舍卫城 那舍卫城 比较靠近 加皮罗魏国 这中间就是 加皮罗魏国 就是 辟舍离 应该是 应该在这里 它往上 它应该是这样 它这里在往上 在这里 那么这里是 加皮罗魏国 加皮罗魏国 大概在这里 这个舍卫城在这里 这个是佛陀的故乡 加皮罗魏国 小国 那它基本上是归 波士尼王关的 这个是波士尼王的 这个是乔萨楼国的 舍卫城 乔萨楼国的 舍卫城 乔萨楼国的舍卫城 然后第三个 就是佛陀讲经 基本上 这三个地方 它所在的地方 舍卫城就二十几年了 荒舍城好几年 不知道几年 可能加起来 佛陀一半的时间 都在这三大城市 还有一个就是 辟舍楼 我们一般讲 人物接近的 这也很有名的 辟舍楼城 那辟舍楼城 其实是拔旗国 这样 这个是拔旗国 拔旗主的 辟舍楼 那我们稍微就顺带讲 他说 有离居 有离居 离居就是离居主的 他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从阁讲堂 这三个城市都 这里最有名的就是 王舍城就是竹林金色 竹林金色 这里最有名的是 祈元金色 它不只有一间 这旁边还有一间 东元金色 就祈元金色的旁边 还有一间东元金色 那么王舍城 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 就是灵鹫山 但是还有其他的 它这里最有名的是 祈元金色 从阁讲堂也是 这辟舍里 比较有名的是 从阁讲堂 但是比丘尼的 有一个很有名的地方 也是在辟舍里 从阁讲堂 我们现在讲到 从阁讲堂 这三个地方 他说这个时候有离居 离居是离居族 离居族其实就是拔旗族 翻译说离居族 其实就是拔旗国的 拔旗族 他说拔旗国的 然后日日游行 他有离居族的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叫摩侯南 那么佛陀也有一个 这个摩侯南这个名字很常见 我们知道的摩侯南有两个 一个是吴比丘里面有一个摩侯南 吴比丘里面有一个摩侯南 还有加比罗位国佛的一个谈歌 也是摩侯南 那么莫逆夫人 莫逆夫人早期就在摩侯南家做卑女 然后被波士尼王看中 然后或是说一种说法是 波士尼王要加比罗位国的人 波士尼王就在旁边而已 这个蛇位者那个波士尼王 就在旁边而已 加比罗位国是为他管的 那么他要加比罗位国的四家族 派一个公主去做他太太 那加比罗位国的 这个四家族的人都比较傲慢 他不愿意 所以就用卑女 那个时候莫逆夫人在摩侯南家 就是加比罗位族的人 这也是四家族的 那应该算四家莫逆夫的谈哥 那么或是谈弟 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们是谈兄弟 那莫逆夫人 那个时候就在那边做卑女 那么就派莫逆夫人 冒充四家族的女儿 就是四家族的人 然后嫁给波士尼王 有人叫做和亲 以前唐朝的文臣公主也是和亲 历史以来一直到宋朝都有和亲的 非常多 但是根据记载 也百分之九十是假的 派出去的都不是真的有王族血统的人 这种东西就这样 那莫逆夫人也是这样去的 所以后来毗流利王 毗流利王就是莫逆夫人生的 然后回加比罗位国读书 被加比罗位国的人知道 因为他们是比较贱民的 所以他们就嫌弃他 那四家莫逆夫人刚也要回加比罗位国 盖一个讲堂 清卫王盖一个讲堂 那个讲堂打扫得很清楚 打扫得很干净 释迦摩尼佛还没来做 那个毗流利那个小王子 那么马上就坐上去了 就被开始被这些四家族的人骂 那骂了之后毗流利就怀恨 就发现以后我做国王 要灭了这个四家族 就从这边来的 然后要灭之前这个摩侯南 他叫摩侯南就叫阿公 因为照理讲 他冒充他女儿 那个莫逆夫人冒充是摩侯南的女儿 其实是他家的婢女 冒充他的女儿 所以他叫莫逆夫人叫妈妈 叫摩侯南就叫阿公 叫祖父 然后在中阿罕里面有记载这件事 但是记载的有些 就是各个经典记载的不太一样 中阿罕记载的就是说 那毗流利杀到加毗流外国的时候 那摩侯南给他一个请求 他先去他阿公家嘛 他说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我潜到水里面 等到我从水里面浮起来了 那么你再开始 军队再去杀人 他说好 结果摩侯南潜到水里面 很久很久都没有上来 因为流利网说 你到水里面你能够潜多久 结果他一下去就把头发绑在石头上 所以都没有浮上来 有这件事 那个也叫摩侯南 那吴比丘里面也有一个叫摩侯南 所以摩侯南是 有时候是很多名字都叫摩侯南 像加瑟 它是一个姓 也是很多人叫加瑟 好 我们再看 就刚好讲到这个摩侯南 那是他这个是离居主的摩侯南 那释迦族也有一个 一般讲有两个 吴比丘里面那个 好像也是释迦族 他说石笔离居 这个拔起果的 拔起主的 那么有这个摩侯南 他这样想 他这样想 他说若我早亦 世尊所者 其实就是说 如果我早一点去 见世尊的话 那么世尊及我 知世比丘 那么知世就是 我所知我所事的比丘 你看那个阿弥陀经 众所知世 大家都认识的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认识的 所以这个我知 是 就是我所知我所事 我所知道的 我所认识的比丘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早一点去 释迦摩侣佛那边的话 那么这些比丘 基本上都在打坐 这个时候在打坐 所以这个时候不适合去 那么 他本来要去 世尊那个地方 在哪里 在崇格讲堂 世尊在崇格讲堂 崇格讲堂 不知道多大 好像 我们去印度好像 没有去到崇格讲堂 基本上就去王舍城 舍卫城 然后就是好像 应该没有去看过崇格讲堂 不过 竹林经社已经不见了 就是看不到遗迹了 舍卫城还有 那 辟舍离 好像没有去过 不晓得 没有印象 那这个拔旗主的比丘 不要想要去见佛 但是他想 现在这么早 现在 这个崇格讲堂的 这些佛跟比丘 他所认识的这些比丘 都在打坐 早上都在打坐的 那所以 那么我现在不要去 那先转去哪里呢 先转去 七安罗书 阿齐匹外道所 阿齐匹 就是一个外道的名字 他叫做邪命外道 那么 那这个八七国是没有国王的 你说那个王舍城 王舍城 摩羯头国有国王 贫婆索罗王 王后是韦齐医 王子是阿哲氏 那家匹 乔萨罗国有国王 国王是波士尼 王后是茉莉 王子是旗头跟这个 旗头跟这个匹流理 八七国没有 八七国是共和国 家匹罗二国也是共和国 共和国就是 没有那个王 就是大家退派 然后共同意识 议会的 所以你看不到八七国的国王 优田国还有国王 优田王 其他的国有国王 这个八七国是没有国王 跟王后的 因为他们是共和国 那这个他 他要去这个七安罗树 基本上就是有七棵安罗树 安罗树一般叫做 芒果树 一般是这么说 有时候是阿摩罗 叫芒果 那么他说要去这个阿祈匹外道的地方 翻译叫做邪命外道 那有时候叫做阿宜多 阿宜围 阿宜多外道 六四外道里面的一个 那他那边也有道场 他说我去到邪命外道那边 就去到那比往赋兰 没有 他是这个 他去到赋兰那 不然加设 其法兰那其实是不然加设 这个他这里如果是 如果他 如果他照他这里来说的话 那么他这个所谓的阿祈匹 有时候翻译做阿祈匹家 有时候翻译做阿宜围 那么这个基本上就是 不然加设的道场 因为不然加设 但是他们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道场 他本人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这里是说 不然加设就在 就在屁舍里这个地方 不然加设就在屁舍里这个地方 所以他说 到不然加设的这个道场 那么这个时候 不然加设跟五百外道 前后围绕 高深息息 论说实处 好 那现在在讲这个外道的情形 但是我们有一点要知道 就是说 佛教有时候在 描述外道的时候 有时候会夸大 把外道说的 把外道说的很不堪 那外道在说佛教也会这样 就是他会故意夸大 那一些外道的不好 那么有时候也会编 也会 有时候会这样 就是他讲到外道的时候 就故意讲他的不好 而且讲到很不好这样 那你看 你从外道里面看佛教 也这样 他们会讲佛教 会讲佛教都不好都不好 那么部派在讲大称也这样 你看有一些部派 他很弃大众部的大天 他就把大天讲得很难听 又说他乱伦 又说他怎么样 实际上就会有这种情形 就是 那么你在讲对方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夸大 那么这里也有 这里我们不晓得 他有没有夸大 但是就是我们要稍微 注意一下这种情形 就是佛教在讨论外道的时候 那么有时候这些佛弟子 他会 我们说家有天处 也会有 那在阿安经里面 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那么现在在讲这个不然加设 他基本上是一个 因为六四外道的这个主重者 基本上都算是 有一点点修行的 他基本上也是有一点点修行 其实不是没修行的 他可以同意那么多人 也不完全没修行 但是有时候也很难说 你看那个妙禅 他也同意那么多人 但是你说他有修行 其实也不智也没有 但是在六四外道里面 基本上他们都算是 有些都是有一点修行 只是说他们的不究竟不彻底 这样 那么因为时间到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讲到他去到 所谓的阿启皮家外道所 叫做邪命外道 其实就不然加设这个道场 好 那下午再来说 那么这个是比较的 比较这个外道跟佛教的说法 好 好 谢谢大家